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知道是個題目 在埃及是不是在這次台上找到蜜糖呢? 其實如果你說在埃及這次台上找到蜜糖 就不是很神秘 台長 是吧? 神秘 當然神秘 但是拿到蜜糖做什麼呢? 是的 如果讓你去發掘古埃及流下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杜茂裡面 你看到有幾個鞏 鞏裡面其中一個鞏 有些就裝香料 有些就裝野食 好了 如果裝一盒蜜糖在這裏 其實你說以前不只是埃及 有很多其他的文明 就算你說在中國大陸去發現一些文明 那些青銅器時代裡面還有一盒酒 大家就說那一盒酒還能喝不喝呢? 當然就發現裡面融了很多金屬就不要喝了 最好 是不是? 有時候有些糧食 有些放得下去會是炭化了等等諸如此類 很有趣的 其實就算是去年年尾已經有個新聞提過 就說有人在埃及那裡找到一盒 這盒是封了三千年之後 拿出來都還能吃的蜜糖 你敢不敢吃? 你這盒放了多少千年呢? 這盒放了三年了 是啊 你說我敢不敢吃呢?我就不敢吃 因為應該是已經開始有毒了 這樣說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 任何食物都有個shell live 放得久就不敢吃 你問我小弟覺得放得最久還敢吃的東西 對我來說就是那隻叫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那樣東西 那你信不信它真的要用三千年才做出來的? 那樣東西我沒賣到的 什麼? 那樣東西我沒賣到的 香港買到的 現在你看 你走去那些賣舊式糧果那些他們會入貨的 那些黃武良良盆土果 這些純粹是無聊的東西 但是現在就說真的在埃及的股務裡面 起出一口呢 是我們認為它呢 就算經歷了三千年後打開都還能吃的蜜糖 那其實這樣就很有趣了 就是世界上我們考古見過這麼多東西 就是現在唯一打開出來 你都還肯定它能吃的 就是還知道它能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蜜糖 就是蜜糖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有機會可以擺到三千年都能吃的呢 那這個我覺得就 就是背後就有些科學的東西可以解釋了 那這裡有兩個角度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它是蜜糖 它擺在某個地方它可以吃的 這個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就是三千年了 第二樣東西它擺在金字塔裡面 金字塔裡面呢 又有一些的情況是比較容易 令到某些的物品它沒有腐化得那麼快 但是後者我想就是其他的節目我們才講 第一樣東西我們首先要理解先 蜜糖本身是不是會一定時間之後會變壞呢 其實是的 照計蜜糖是會變壞的 就是你如果擺一個地方夠潮濕啊 那個溫度又適宜呢 最重要就是它能夠和外面的細菌 外面的水氣和有交換的時候呢 蜜糖都可以發到可以變質的 那就是所以就是說 就是很多時候的東西你不要亂 就是你要擺好它啦 有人說蜜糖不用雪這樣 這樣錯不完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呢 蜜糖最重要是蜜封了它 就是不要讓它接觸到外面的空氣 或者封住它的時候 就是盡量令到它那個 裡面的蓋裡面能夠殘留到 就是外面的空氣和水氣呢 還有其他的那些菌呢 就越少越好 就是照計這樣說啦 如果你說你有能力 把蜜糖打開之後呢 抽真空扭上蓋子的話呢 照計就沒事的 照計就OK的 那現在呢 那些埃及古墓的蜜糖其實也是的 它就說呢 一路它是用蜜來封號的 整個東西是蜜封住的 那我們都知道了 不只是蜜糖 很多時候我們 就算是釀酒的人都流行 把那瓶酒封住 那樣的樣子 那現在它就封住了那些蜜糖 那發覺封完之後呢 應該是封得好的 那所以就隔了三千年打開出來呢 都沒有那些蜜糖變壞的跡象在那裡 它裡面僅有的水分都走不出來 那就是蜜糖本身自己裡面的水分不多 但是它僅有 也都沒有外面的水氣進去 它自己裡面的東西 也都完全是跟外面隔絕 那更加不要說 就是它擺去那些圖冠裡面 都不會有陽光照射的 埋了在那個 就是放在那個鼓墓裡面 也都不會照射到 那所以在一個完全隔絕了的環境 沒有任何光照射的環境裡面 都擺到三千年 那其實這麼說 你在這樣的環境 很多東西都擺得很久的 但是能夠連是三千年都還可以的 我想真的是蜜糖才能夠做得到 但是這個關不關乎它那個細菌的程度呢 因為這個不是蜜糖本身的 譬如說這個例子 譬如今集中 由於某種原因 它裡面那個細菌的程度 或者病毒 就是這些細菌的情況 是很少的 因為那個問題不只是這裡 它最近開了 我不記得是哪一個地方 都是埃及的 它開了一個鼓墓之後 那些顏色沒有變到的 是是是是 在牆上那些壁畫的顏料沒有變到的 那為什麼會做到這樣 那個變質本身是不是源於那個氧化 還是裡面有細菌呢 是啊 那有細菌 而那個細菌是怎樣令到這些變質 那這是一個問題 有些細菌去牽涉到一種 真是會氧化的過程 是不是 它會那個細菌加上一些氧氣 令到它裡面那些這樣的糖分 變了做別的東西 那這些基本上是很多生物 去消化一些糖分裡面會做的過程來的 但是有一些的過程 基本上可以是沒有樣子都做得到的 只是有個菌 它就可以幫你把那些東西去咬下去 變了別的東西 那都有這樣的情形 那所以你看到大部分呢 你如果是蛋白質啊 普通的糖分呢 你如果有一些少量的菌在那裡 你給它在那裡咬 它一樣是可以咬到它變了質都有 所以蜜糖那裡就更加值得留意 就是它有什麼能夠逃過到這個過程 原來它很獨特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種過程是多一種機制的 蜜糖它不是說 你古代的人你怎樣封都好 你封的過程它都會有一些菌進入去 問題就是那小小的菌 它能不能夠在裡面用它有限的空氣 甚至乎不用空氣 都可以能夠分解到那些蜜糖 然後分解之後呢 它都會對自己有好處 就是它可以去拆解了這些蜜糖 來做自己的食物 來令自己繁殖 就越生越多 就越咬越難了 其實這些東西為什麼都還咬得難 但其實就是你始終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OK 原來蜜糖就會這樣的 它自己本身裡面已經有一些成份 已經有一些特定的酵素在這裡 它本身自己有很多糖分 它裡面的水分其實不多 就算有菌 都會少量地咬到它 但是就不能夠延續下去的 原來蜜糖自己其中一個叫保鮮防腐的成份 很有趣的就是它能夠 它殺死了外面那些 就是那些你可以說 令它變質的那些微生物之餘 然後它排出了 就是殺死它之後 是排出了一些叫過氧化氫 就是一些叫雙氧水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本身就是一種 殺菌的作用的東西來的 就是它自己本身是 它自己有自己殺菌的能力之餘 就是在它那個殺外來那些 令它腐敗的那些這樣的 就是微生物的時候 它都可以再產生到一些 是殺菌的東西出來 就是就等於它 你可以這樣想像 這種蜜糖好像自己自帶酒精 它就不是自帶酒精 它是自帶了這個過氧化氫 於是它就有一個殺菌的能力 就是自帶雙氧水 那這裡呢 又不用想到好像這麼神奇的 你釀酒也是的 你譬如釀米酒 釀日本清酒 或者釀普通的米酒 如果不是蒸餾的酒 台長你有沒有印象就是說 那些酒呢 如果你不做蒸餾的話 我給你釀到盡 最多去到多少%? 好像只有幾個% 十多個%都沒有 就是你看一瓶清酒 你不會見清酒過20度的 是啊 因為它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 十多度而已 它沒有這樣的能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那些酵母 它其實就是 它去到 就是它去分解那些糖分 去變成酒精 去到某一個地方 去到某一個地步的時候 那些酒精就會醃死那些酵母 所以就會停了 所以那個酵母 將那些糖分鑽化成的酒精 去到十幾%就停了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十幾%的酒精 就醃死了那些酵母 現在這個情形 只不過就是在蜜糖裡面 都有出現 但是蜜糖它出來的 它不一定是酒精 它會出到 其中一種另外會出到 就是那種叫過氧化氫 而且似乎就是它出現的level 它都不用等到要過十幾% 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就醃死了那些東西了 就是它其實應該這麼說 那個蜜糖自己本身 已經是高濃度的糖漿 已經沒有什麼水分在裡面 就算你平時找些糖水醃東西 都沒有什麼菌可以生得到的了 再加上就算你給它 咬到一點點東西 它也是很快的 就可以殺死它 就是變成了一個 它都沒有用變質到 它可能大部分 在99.9%多都沒有變質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停止了 令它再變質的過程 已經可以殺死了 好 剩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三千年都可以食用了 你猜當其他人是不是有意識去做這件事呢? 不過我想他們很多時候很容易發現 你看到古代很多文明 它這麼著迷於這些蜂蜜 還有它用的蜂蜜 不是只是拿來去做一種叫做禮品 是真的會拿來去保存食物那樣東西 個個文明都自己獨立地發展出來的 這件事 他們是很覺得這件事 就是中藥裡面去製藥 如果你不是去煮苦茶 你是想將這些東西 整成為一種可以很耐放的一種膏 其實我們到今時今日都有這類東西 穿背琵琶糕 就是用蜜糖來做它的溶劑 它就是這樣去把那些藥 放進去糖那裡 然後那個糖就可以放很久 一樣很稠可以很耐放的 就是以前的年代你沒有冰箱 不要緊就只可以放得到 是不是 他們當然沒有去明白到 為什麼蜜糖可以這麼難去腐敗 但是就是 他們就很清楚這件事可以這樣用 這個很有趣 因為你說的那些專備品牌糕 我都有一次放了很多年 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吃的 我又不怕在那裡賣直入廣告 因為真的有時候用的 但是 開麥克風就一定要用的 是啊 是經驗 就是它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在經驗上它會告訴你 就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那樣東西可以放很久 這種是在西方科學未發展前 我們人類一種的知識 我們可以在經驗上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因為有這件事 就懂得用這件事去醃製 來幫你去保存很多的食物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 用蜜糖醃過的一些東西 將它做成一些 不一定是甜品 但是多數最後都是甜的 那就是會用到蜜糖 就是你見到很多不同的文明 你說將它做成糖果的 又做成藥的又有 甚至乎整成一些拿來去外敷 就是真的是外敷內服 就是外敷來去清潔傷口的東西 一樣都會有 那其實就真的是一種經驗流下來的 是啊 但是事實上在埃及裡面 有太多的這些比較特別的科技 我們今天還可以探討的 比如我們之前剛才有講過 為什麼開了個帽本身呢 那些顏料仍然都是好像幾千年前這麼鮮艷呢 這個是 我想他們甚至是可以說 我們懷疑他們是有意識的去做出來的 是 是 是 那種的技術呢 今時今日是不是都還是一種的秘密來的呢 我想你說古代的人呢 他就會很刻意地 他們有留意著很多的顏料都會走色 我想最容易走色就是紅色啊 藍色這些這樣 那他們所以為了 就是你要去到達乎這個君主 就是帝王的要求 他們就一定要求你 找一個永恆的材料 就是真是能夠可以做到最不變色的材料 那就是 我想他們純粹就是透過自己去嘗試去搜集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真是整個都不變色的材料 而他找到有一種真是可以很耐用的材料 他拿出來放在這個墓葬裡面 才能夠切合到皇帝要求的永恆的這個概念 這個這樣的需要 那我想他們是這麼巧找得到的 當然你說最後裡面他們當然不會知道裡面的化學結構是怎麼樣的 是吧 好 我們最後結束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科學活路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鈕按鈕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